那我再回過課 他的精神是什麼 任何學問一定都有他的內涵 他的重要的幫助我們的方向跟目標 就像你今天去學醫 一個朋友去讀醫學院 你問他說 你很不錯 你都讀醫學院 那你以後出來打算要讀哪一科 我們就問他說 你大概是要內科 牙科還是小牙科 如果這個朋友跟你講說 對 我以後出來學完異後 畢業後 我要去當會計師 他是不是是不是要去看看精神科醫師 因為我們清楚明白了 學醫的這個學問的方向目標的精神就是什麼 醫人及死 為什麼皇帝 包括這個人叫徐子平 要去把這個學問做出來 他到底要來幫我們做什麼 各位覺得他的精神目標是什麼 我從來講 中國所有的命理學 幾乎都是神傳下來的 都不是我們人發明出來的 皇帝是人還是神 皇帝是神啊 我們說他是我們元王子孫的始祖 實際上他並不是一個真的 栗子可以考證的一個存在的人 我們說遼順與他還有這樣的人存在 皇帝啊 就三皇五帝像神龍 福西 皇帝這個叫三皇 是沒有辦法考證有真實存在的人 所以他是個神啊 八八易經更早 神龍是創的 神龍是五大帝 所以這些學問我們都把它論述為說 其實他是天上的這些神明 仙佛菩薩 他流傳給我們人間的一個智慧文明 那他流傳下來 有這麼多的智慧文明 包括一經 包括八字 那這個八字的目標跟精神是什麼 各位各位體會一下是什麼 你覺得精神是什麼 讓我們都去改造 欸 這樣講很對啊 沒有什麼不對啊 所以不要去不好意思講啊 你們有沒有覺得我們可以改造我們自己 那要如何來改造 他的目標是什麼 趨吉避凶 趨吉避凶或許是目標啦 但他要有他的一個階段性的過程 很簡單 命理嘛 中國製作很容易懂嗎 中國製作很容易懂嗎 命理就是生命的道理 所以他的精神就是要讓我們先了解自己這個生命 到底有哪些 因果 個性 基凶 你要先了解以後 你才能夠盡力不來做什麼 做改善的功課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常常講 八字命理學 它最基本最基本的第一個功能 就是叫心理學 你這個人有什麼能力 你這個人的個性是怎麼樣 喜歡動 喜歡靜 有沒有什麼才華 個性是比較樂觀 還是比較顧屁 是蠻論不講理 還是比較尋規道局 是喜歡偷棄謀果 還是會安分守己 我可以告訴你 八字命理學一拿出來 我都不用做任何的心象測驗 我馬上就知道你這個人是 比較偏向一好人還是偏向一壞人 比較知道你這個人是會尋規道局的 安分守己的 晚上半夜三次點開著車遇到紅燈 一樣會停車 停紅綠燈的那個人 還是呢 要不要停不停車是不管紅綠燈 是不管什麼 紅綠燈下有沒有看那個警察在開花袋 是不是 重點就在這裡 那為什麼我看一張八字命理學 就可以知道 因為 這個就是八字的學問重點之所在 你這個人有沒有什麼才華 有沒有什麼能力 你這個人有沒有什麼因果 有沒有什麼福報 你知道嗎 這張八字命盤 我們都可以把它了解到 這就是這個命理學最重要的 內盤跟精神文綠燈 所以你在講這張八字命盤好像是什麼 是我們前輩子做好做壞 然後來到金師報到的時候 隨著我們報到所帶來的那一張 你知道嗎 成績大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上輩子來到這一輩子 你上輩子的成績大理 就是無知 所以這就是八字命理學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精神概念 要先從自己來了解起 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好的個性或壞的個性 哪裡有好的福報 哪裡有壞的業力 那你就要懂得對症下藥去改善 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習這個學問最重要的方向 謝謝 謝謝